晚上好 我是敏和 欢迎收看4月2号的百格大事迹 首先来关心国内新闻 自动执法系统阿瓦斯扣分制昨天开跑 陆路交通局总监纳兹里希龙就说 初步阶段将会针对超速驾驶及闯红灯 两项违规行为进行扣分 违规者将会面对接过警告 冻结 或是直接吊销驾驶执照的惩罚 根据最新的计分制度 当局将会分阶段进行这项扣分制 第一次被扣20分的人将会接获警告 第二次到第四次被扣20分 就会被当局有限期的吊销驾照 第五次被扣20分就会被永久吊销驾照了 不过如果违规者在期限内遵守交通规矩 就会减少所扣除的分数 以此类推 另外 闯红灯者将会直接被扣10分 超速1到25公里被扣6分 26到40公里被扣8分 以及40公里以上则是会被扣10分 有关当局也将会确认适合的地点 来增设自动执法系统 不过进一步的详情 还有待有关当局对外公布 换个焦点 继早前19岁少女在大道逆向行驶引发连环车祸 造成一人丧命之后 槟城今天再次发生逆向行驶的死亡车祸 一名现年65岁的摩托车骑士 约好和家人扫墓一早出门 由于漏了东西在家 而在槟城大桥折返逆史 结果被迎面而来的汽车撞死 这起事件发生在大桥往北海5.7公里处 警方已经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41条文调查这起案件 另一方面 2月18号凌晨在柔佛新山发生的飙脚车遇车祸 夺走八条人命的意外 看来并没有真的产生阻恶作用 事关昨天凌晨3点 30到40名少年聚聚在事发地点 也就是新山那款公路准备飙脚车 警方在借货投报之后 将其中22名年龄介于14到17岁的少年逮捕 当中包括20名少年和2名少女 其中一名少女还是文型脚车骑士 警方也充公了19辆改装的脚车 警方把他们带回警局问话的时候 发现其中几名少年 竟然也涉及2月份的死亡车祸 说明他们根本没有吸取教训 而这些少年的家长也对他们的孩子感到失望 甚至不想要到警局接孩子回家 有的甚至还要求警方监禁少年 拒之这条新山内环公路靠近马穆迪亚路附近 由于那里的道路起伏斜坡又宽又长 碎成了脚车少年们的首选地点 接着把焦点转向国际 多个地区昨天暴雨成灾 哥伦比亚 葡萄马约省发生严重的山泥倾泻 17个社区的大批民房被摧毁 由于事发时是凌晨时分 许多睡盟中的民众是来不及逃命 而导致死伤惨重 至今已经有死亡人数高达654人 另外有220人失踪 另外 邻国印尼 东爪哇省也发生山泥倾泻 一个村庄被淹没 造成一人死亡 38人被活埋和多人失踪 由于雨还没有停 加上地形不稳 山泥极有可能再度发生倾泻 所以搜救工作一度中断 一直到今天才重新展开 最后换个心情 有体育消息 大马首要超级系列宇球赛 将会在后天开打 大马一个李宗伟 双卫和顺赢组合 都已经飞往沙拉越古境备战 他们抵达古境的时候 获得大批球迷热烈的欢迎 排场足以媲美天网巨星 李宗伟之前就曾经透露 说要夺下自己在这个比赛中的 第12座男单冠军 不过这一点也不简单哦 因为宿敌 林丹和陈龙也会参加 而这也将是这次比赛的看点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您晚安 凯格大世纪是由NH NutriGrain子骨粮为您呈现 NH NutriGrain子骨粮全面营养 呵护健康